我是姨姨姨 我今年快又睡了 我打乒乓球要一年多了 她对乒乓球这一些兴趣上 比同龄年段孩子要优秀吧 自从开始打乒乓球以来 姨姨身体上的素质 有明显的很大的提高 姨姨一直就是 她在小妈妈 也不是会让老师和小朋友们 看到她的眼泪 她一直有一句话 我到现在还记得 张老师 张老师 我的眼里边有水 我不会让我的水流下来 这句话真的让我很感动 当时我就觉得 姨姨真是一个坚强的好孩子 我觉得你现在打平衡的水平怎么样 还行吧 以后有什么目标吗 想拿世界冠军 本身乒乓球就是一种 酷到滑味的运动 因为她要日复一日地去训练一些基本功 比如正手 反手 她要日复一日地去练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肯定会支持她更向前走一步 但是如果说 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成绩以后 我们会把这个乒乓球 当作一个业余爱好 或者是特长 去当作她人生 就是一个小插曲 去让她坚持锻炼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